娱乐通天下,娱乐乐翻天,欢迎来到Top座娱乐,我是小瑞 随着创造云2021最新一期的播出,外界出现了大量相关热搜 除了各种选手名场面外,全新排名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热议焦点 不得不说,这个决定着选手后续命运的排位确实是粉丝们最关心的命门 稍有变化就会引发大量争议 以下是本期撑腰宝最新排名情况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今年创造云2021能够迅速出圈 甚至是压制住新春优理3,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外国选手的优秀 尤其是米卡、河马、沁联、赞多、立丸等人几乎是以碾压的形式临跑了出舞台 之后专业素养同样让人素养起劲 虽然整体上看上去会让内鱼实力显得偏弱 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要更加优秀一些 而在这些强者的压制下,刘宇是极少数能够站出来的内鱼选手 当他成为被寄予厚望的独苗时,元气自然而然也就水涨船高 所以当刘宇成功登顶第一名的时候,会有些许心亚但却不意外 毕竟输到底是内鱼的比赛,外国选手热度虽然高 但真正扔到粉丝打头的时候,内鱼选手还是战绩优势 这一点从之前几次投票就不难看出端倪 更何况刘宇个人能力也确实很出众 舞台气场甚至不输给赞多这种国际军军 拿下本轮撑腰榜第一名也是实至名归 希望后续能够再接再厉,以刘宇的能力出道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过相信信心的网友都已经发现了 通过这次创造营2021的撑腰排名 基本上热门选手都已经可以锁定 再结合节目里的镜头和场外话题 成团名单已经基本成型 刘宇、周柯宇、李莫、张嘉元、任硬宏、奥斯卡、甘旺欣、赞多、米卡、丽丸、庆年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创造营2021成团规则 最终11个出道名额里将会拿出3、4个分给外国选手 至于纠结是3人还是4人则按照最后的撑腰值来进行评估 好久不巧,如今撑腰榜上前11名就只有4个外国选手 不得不说河马这波退赛真是解决了额的心头大患 名额分配布军的情况彻底得了缓解 当然了,这也只是出具出席 最后能否全部安全进行也很难说 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甘旺欣其实业务能力相当有限 无论唱还是跳都落后其他选手一大截 底子好是一回事,但能不能赶得上又是一回事 如果最后的时间里甘旺欣还是没能完成蛻变 那么卡在12的大概率会是他的最终归宿 或者强行出道也只会遭人诟病 而排名暂时靠后的尹浩宇、吴宇恒、景龙、高清晨、刘章等人实力都很不错 完全不输给甘旺欣,稍有不慎就会被反超 希望后续比赛能够看到选手们更多精彩的表现 热门确实有助于出道 但如果就这么提前确定成团名单 也未免太没有悬念了 期待可以来一个超级大反转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